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來開箱我住的 防禦旅館 防疫 防疫旅 防禦什麼的 防禦 那種防禦攻擊的嘛 防疫旅館 然後我這次所選擇的是位於台北西門町的一間 叫做永安站的一間防禦旅館 然後它位於西門站六號出口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等一下要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這裡面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從窗外又能夠看出什麼樣的景色 其實我選擇防禦旅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一定要有窗戶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我曾經有跟我朋友在 我以前在台灣念書的時候 我們有住過就是沒有對外窗的房子 一開始住可能你覺得還好 但是過了一陣子你會慢慢的受到那種壓迫感 然後你會不知道現在外面到底是白天還是晚上 等到後來你生理死痛可能就會被打亂之類 所以人我是覺得人類還是需要一點陽光的滋潤的感覺 你會作息還有你身體的那個會比較正常一點點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防禦旅館裡面長什麼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是昨天進來的關係 所以我們裡面其實說實在 已經有一點點生活感了 希望大家不要建議喔 然後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OK 這個是我的防禦旅館的門 然後我們進來之後呢 這裡就是我們洗漱的地方 然後這是洗手台 然後我還把我的那個電動刮鬍刀把它帶來了 對 耶 然後呢 轉過來之後可以看到 喔 我們的房間感覺有沒有超大超漂亮 然後這裡是浴室跟廁所 然後它是分開來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 然後也不得不提一下他們的廁所 我覺得很好的地方就是 它呢 是有免治馬桶的 對 每次都要說一次 就是用過之後你真的就回不去 然後在洗手台旁邊這邊有一個平台 然後現在小米是把它拿來當作他自己的工作室吧 我是覺得滿厲害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那邊的坐著其實也是滿長的嘛 然後看到椅子那邊呢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在拍開場的地方 我們坐在這邊 其實這邊小米應該也是可以坐在這裡 但是他後來選擇這邊 他說他不想跟我靠太近 對 他說平常都已經黏在一起了 現在還要再黏在一起 不行 所以他就決定來不點坐 好 這個不重要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走過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茶雞 然後這裡有一杯 小米剛才泡了咖啡 他想要喝咖啡 對 現在泡了一杯咖啡 然後還有就是飯店裡面附的這個排骨雞麵 對 然後房間旅館他們有附這個餐具組 這個餐具組我覺得也是滿不錯 滿貼心的 感覺材質上好像是相對比較環保的材質的感覺 然後還有附了一箱這個水給我們 所以滿滿的一箱喔 所以可以讓我們喝 我們這次要住的是3加4 總共會待在這邊8天 對 然後呢 過去這邊有一台電視 然後不好意思 這邊有點舒嬌帶有點髒髒的感覺 然後這樣放眼過去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床啊 它自然有一種客廳的那種感覺 整個像這樣延伸過去的感覺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床可能有點 有點髒大家請…不是 就是有點折痕大家請不要太在意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我昨天晚上剛到這邊拍的床 完全沒有折痕的照片 來 請看 OK 好 我們現在看了有沒有很漂亮呢 對 然後昨天晚上好像因為外面還暗暗的 可能看不到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外面的景色 很棒喔 各位觀眾 大家看看貴輪美 不是 就是 我們所在的位置就剛好是在那個 乾貴Party World的正對面 對 然後看出去可以看到像這樣很漂亮 而且可以看到星光三月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仔細看大家看得到嗎 總統府還有遠東百貨等等 然後無聊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看下面的車來車往的感覺 這種感覺你就是會有一種那種生命的活力 就是你在看著外面的時候 是會感受到非常棒的感覺的 好 然後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我主要的工作桌 還有把這邊窗戶也把它打開來 對 它這個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總共有1 2 3 它總共有3面窗 所以說它的採光非常的棒 然後看到它的一個這個… 這個是龍嗎 而且它是不能移動的 可能是療癒小百事之類的吧 然後沙發 沙發我覺得還不錯的 就是你可以坐在這邊 哇 然後就可以看著電視 然後耍廢一下的感覺是非常舒服的喔 對 就是這種感覺的 我覺得這一間永安站我覺得目前的感覺還不錯 然後他們這邊就是一樣是三餐會照三餐送嘛 然後如果你有另外需要買物資再請他們一起來的話呢 就是必須要配合他們的送餐時間 比如說早上8點半之類的 然後中午可能是11點半左右 晚上可能是6 7點左右 你就必須要在物資要在這之前就送到 然後他們才會幫你配送到你的房間 他們有說 對 還有宵夜時間 就如果你要自己點宵夜的話 好像晚上11點吧 晚上11點的話你也可以點 就是它就是會送到你們這邊來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昨天回來剛剛第一天我們就叫了鹹酥雞 雖然說叫的那間沒有很好吃 我們不是很滿意 所以我們這幾天我們應該還會再挑戰 再挑戰其他家的一些台灣料理來吃吃看 我還滿期待的 然後目前我住了一天我覺得這裡很不錯 對 剛剛忘記跟大家介紹了我們的浴缸 我們去拍一下浴缸 進去我們的浴室看看吧 印入眼簾的就是這個超棒浴缸 對 我覺得有浴缸真的有沒有差很多 就可以泡個澡之類 然後這個是它的蓮蓬頭 上面還有這個花灑 對 整體還像就是像這樣子 也是滿乾淨的感覺 我覺得用起來也是滿爽的 好 那我們再去看看別的地方吧 好 再回到這一區 沒有錯 咖啡呢 下面已經拿走了 對 然後它這邊有兩個櫃子有沒有 這個裡面是衣櫃吧 對 然後打開來之後可以看到我們 今天在機場買的伴家已經放在這裡了 然後下面有一個保險箱跟抽屜 抽屜裡面有什麼嗎 我們試試看一下 什麼都沒有 這個是放拖鞋的地方 我們拖鞋的袋子先放在這裡面 OK 然後旁邊這個櫃子呢 這裡面是冰箱 打開來 可以看到像這種感覺 有沒有 對 然後這個是他們昨天晚上附的水果 有兩盒 我跟小米一人一盒 然後因為我們只吃掉一盒 所以還有一個 還有這個是小米沒有喝完的汽水 然後下面這三杯是我們 昨天晚上點的外送的飲料 對 買來先冰在裡面 這樣子就不用一直叫了有沒有 OK 大致上就是像這種感覺囉 各位觀眾 同場加印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我們剛才有先用它這邊所附的酒精 稍微消毒一下外盒 然後這什麼啊 這是蒜泥白肉吧 好酷喔 還有一個像是這樣子的便當的感覺 還有這個是 應該是貢丸湯之類的 我們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 這個是小貢丸湯 然後另外還有附了一杯 這個是冰的 冷飲 然後我們來喝一下是什麼 百香果汁之類的吧 還滿酷的 所以說永安站這邊呢 因為我們是有韓山餐的 它的餐點也一點都不馬虎喔 各位…緊急事件… 剛剛現在中午已經大概12點半左右 我們已經吃完午餐了 然後突然間門口又冰彈了一下 然後收到這兩項東西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我應該也沒有訂任何的東西 總之我們就打開來看看吧 清起來 因為是有東西在裡面的 是那個啦 是我們這一次所住宿的 這個萬華區的防疫包啊 對 難怪我就覺得奇怪說為什麼 就是這次進來的時候沒有看到防疫包 因為我們上次的防疫局管是 一進到防疫裡面就已經放在房間裡面了 然後順便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防疫包有些什麼東西 好了 首先裡面有一張這個 生活指引COVID-19新冠肺炎檢疫者的注意事項目 這個我們之後再來慢慢看 然後裡面有 巧克力派 燕麥片 自然の顔的香蔥蘇打餅 還有兩個 怎麼又是 威威排骨雞麵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營養口糧 營養口糧我還滿喜歡吃的 聖香蒸的夾心酥巧克力口味 我也滿喜歡的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袋子 就是防疫包嘛 防疫包的袋子 就是它變成用香水裝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口罩 口罩在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防疫包 然後因為我跟小米兩個人 所以我們有兩箱 內容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看一下 內容完全是一樣的 OK 原來是防疫包 我還想說怎麼會有人送東西來之類的 嚇了一跳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是住在防疫旅館的最後一天了 我們明天就要出關了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現在呢 這邊都有在整理一些行李有沒有 我們明天的早上10點是我們check out的時間 我們早上吃完他們的早餐 可能行李準備一下可能就會出去了 然後我們這一次回到台灣是適用於 就是三加四的隔離政策 就是前面的三天呢 要在固定的一個地方 然後後面四天算是自主健康管理 你是可以外出的 只要你測PCR是陰性 你就可以外出 然後前三天呢 因為我們抵達算是第0天 然後後面的這幾天呢 三天都必須要栽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如果到後面的地方 其實你是可以比如說前面的四天住防疫管 後面你是可以回家 但是你必須要另外在網路上 好像要做一些申請你才有辦法 然後我們這一次是為了安全起見呢 我跟小米就決定了這8天呢 就全部都坐在防疫旅館裡面 然後我們自己的感想是覺得 也是滿開心的啦 而且永安站這邊他們地點好 而且他們的服務我覺得也算是滿周到的 你只要他們加入他們的小管家LINE 你有什麼問題或你需要什麼 你跟他們講的基本上都是有問必答 而且他們會滿快速的就處理 然後永安站這個地方 我覺得也不得不幫他們拍拍手的地方呢 就是他們的餐點我住進來8天呢 每天3餐沒有1餐是重複的 我覺得這一點對在防疫管裡面的人來講 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一有重複的餐點 你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怎麼講 有種失落的感覺 所以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我覺得很不錯 而且它早餐從 比如說肉蛋吐司 飯糰 甚至一些其他的什麼蛋餅什麼都有 所以每天都吃的都不一樣 我吃得還滿開心的 甚至還有就吃到牛肉麵 對 就是正餐 就是不是早餐 就是還有吃到牛肉麵 米粉 湯等等的之類 我就覺得哇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然後我也有拍了幾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像這裡…等等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每一餐真的是花樣特別多 這一點我也是滿滿意的喔 這一次這個防疫旅館 我也是利用跟我上次所介紹的 Emma Host是同樣的一個平台 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是需要尋找防疫旅館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設施的話呢 你們可以上Emma Host這一個網站去看看 然後詳細的情形呢 我會把它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有興趣也可以去Check一下喔 然後再回到我們剛才講到的那個3加4 然後我們後面的4天我們要怎麼外出呢 其實就是你只要做完陰性證明 你確定是陰性之後呢 如果你是坐在防疫旅館的話 你就要跟他講說 然後附上你的照片說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PCR檢查是陰性證明的 飯店的人他們就會來協助你 然後比如說幫你叫電梯上來 然後協助你出去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你再傳訊給他們說 我們要回來他們再幫你開門這樣子 雖然說跟我們印象中那種 可以自己跑來跑去那種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疫情當前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我覺得還是滿OK的 然後剛好我這幾天其實也剛好有事情 說真的我有事情必須要去銀行處理一下 所以我在後面的4天 其實我是有外出過一次的 然後就覺得 出去到外面的世界 就突然間有點不習慣的感覺 像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從國外回來的人應該跟我 會有同樣的感同身受的感覺 雖然說我在今年年初已經回來過一次了 不過怎麼講呢 就還是會有一種回到台灣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接下來我在台灣 也會陸陸續續的拍一些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繼續follow我 繼續follow我的頻道 然後看看我接下來在台灣 也會做些什麼事情吧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了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會上傳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當然你們也可以選擇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我最適合放在這裡支持我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防疫旅館永安站開箱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Bye Bye